最近中国女排正在征战世界女排联赛 冲击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 从目前中国女排征战的成绩来看 我们的表现并不算出色 因为第二战的比赛已经结束 中国女排到现在都没有确保拿到奥运门票 如此一来 中国女排的前景无疑让很多球迷非常担心 也导致主教练蔡斌成为众矢之地 最近有很多球迷纷纷要求蔡斌下课 舆论影响非常 蔡斌下课 对于蔡斌来说 无疑濒临着下课的危机 如果第三周的比赛依旧没有起色 甚至丢掉奥运门票 对于她来说 恐怕不走人都没法交代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目前有球迷也开始猜想 如果将来蔡斌真的有可能离开中国女排 到底有哪几位名帅有实力接替她的位置 继续带领中国女排前进 从目前来看 有三位名帅具备实力 其中63岁的郎平排在第二位 首先第一位名帅 是是天津女排的主教练王宝全 王宝全在国内联赛已经证明自己 而且从年龄上来看 和蔡斌差不多 非常适合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这些年 王宝全帮助天津女排 培养了很多中国女排的人才 她在人才培养和带队方面都有心得 如果接下来 王宝全能够接替蔡斌的位置 相信可以给中国女排带来不一样的改变 除了王宝全之外 第二位肯定是郎平 之所以没有把郎平排在第一位 是因为郎平的岁数比较大 而且身体伤病比较多 非常不容易 所以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应该都不会邀请郎平出山 很多球迷也希望她老人家 好好享受一下退休生活 毕竟郎平从十几二十岁开始 就一直待在中国女排 这些年从球员到主教练 为中国女排做了太多的贡献 付出很多心血 也落下一身的伤病 所以作为球迷 其实还是希望郎平指导可以健健康康 尽量不要再回归中国女排 因为真的太辛苦了 当然如果说中国女排 实在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名帅 球队估计还是需要郎平 再度出山拯救中国女排 除了这两位之外 可能第三位 很多球迷会想到 陈忠和这位中国女排名帅 毕竟她曾经带领中国女排 从低谷走向高峰 能力不输郎平 不过考虑到陈忠和这些年 已经退休很久 太长时间没有接触排球 她的执教理念和意识 可能会相对落后 并不有利于中国女排提升成绩 当然目前还有个选择 可以选择让惠若琪 或者魏秋月 这些已经退役的 中国女排球员搭档 组成中国女排的教练组 带领这支队伍继续前进 毕竟郎平当年 也是从球员退役之后 成为中国女排的教练 相信魏秋月 这些中国女排的功勋队长 同样具备这样的实力 带媲吧